1月20号对我们是个挫败 它绝对是个机会 什么事情改变了1月20号 什么力量改变了1月20号 我告诉大家 就两个力量 世界上只有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工贵 在这说过 社交媒体 这次美国大选就是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社交媒体太空大佬的选举 第二 就是金钱选举 这次就是钱的选举 钱的背后就是共产党 这些太空大佬背后就是共产党 我这两条恰恰的想 我们在哪方面 我们做错了 我最后一个 今天我认识到一个强大的错误 过去三年最大的失误 我们在媒体上的力量 Gnews GTV Gcoin Gdollar Gclub Gfaction 发展的还慢 发展的还晚 战斗的力量太强大 以至于把自己的战略两条腿轴 既发展经济 经济才能发展关系 另外一个腿就是灭共 咱现在发现 另外一条腿 像我腿疼一样 肌肉不够强大 我如果我们有Facebook 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力量 结果又是如何 如果在三年前把更多的精力 建立GTVGnews 结果又是如何 如果Gcoin Gdollar 在三年开始 建起来 Gclub Gfaction 结果又是如何 这次人类的终极之战 就是推特和Facebook 和YouTube 社交媒体 七哥早就意识到了 也知道 我是唯一一个给美国人 给西方一再警告这三年 共产党不认为核武器最大力量 它认为是社交媒体 然后才是金融和经济 和科技 为啥我们就没把这个事 搞成最重要呢 现在我腿疼了 爆料革命的腿也疼了 就是这条腿太厉害 踹共的本身 联盟战友 联盟世界 联盟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病毒 香港事件 等等等 伟大 了不起 另外一条腿 没几 社交没几 金融板块 这个武器 这条腿没拉起来 这时候我觉得犯了错误 相反 我们在另外一面 做的实在太好了 将战友全面的参与 全面的分享利益 全面的 共同的打造一个G系列 这个想法太好了 我们还需要更快 更准发展